我从小学四年级在南京中华六州普校读书 四年级离开家乡很远的 那时候都有做礼拜的了 那我礼拜天有时候也去听 你知道圣诞节的时候 他们学校里学生都聚在一起开会 那我也参加觉得很快乐 也想从那时候就想隐身了 后来呢到了离开南京 还没有离开南京 到读慧文女中毕业以后 又读安徽工学大学部 到那时候那一段时间就完全没有切紧身 也没有去做礼拜了也没有做 这回到台湾来啊 这一切都有身体带领安排 还能叫我到台湾来你看 我一个人给那个中央大学的两个男生 是我们在南京认识的嘛 他给他两个三个人坐船了 就到台湾来了 到台湾来以后呢 我们就在高兴中学 他那两个人在那教书 他是独立时期的 他们两个人有一个男孩子是信主的 那么那一个不信 然后后来呢我从高雄做事 就是在高雄中学那个职业学校里 教他们高二的国文 后来呢我又灌了学校了 又跑到台南去了 考了空军子弟学校考上了 就一直在台南师范学校住 因为我那个亲戚 跟我一到来的是我妹夫 后来我妹妹嫁给他嘛 他在教书 他也是信主的人 那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在台南教会做礼拜 相见主 也就是在那时候受洗 在台南师范学校的时候 南门路教会受洗 他们那时候开始就接近主 接近主以后呢 从空军子弟学校 我们认识一个台北的 空军总部的一个 就是我的先生了 是我们那个同学 同事啊 同事先生的同事 是他介绍这个先生 跟我认识的 认识以后嘛 就跟他 后来就在台北结婚了嘛 结婚从台南小学 调到台北来 台北师范学校 那时候也没有去教会 那时候我和他 到后来呢 从这个台北 调到台南 我们先生又调到台南 那时候也有他 那时候我要生他之后 那我在学校的事情都不做了 不做了 我要在服务室照顾他 如果你请一个佣人照顾他,我去上班,那我怎么放心呢。 后来从那时候起,我们离台中教会,很近,中台教会, 就在中台教会做礼拜,这一路来都有深的照顾, 我的见证也很多了,在中台神学院的时候, 我常常去做礼拜,还有一次是什么,是我生病了, 我还是从那个上司过中那个地方搬来,住到这个地方来, 那住这个地方来,我这个气团病又发了,发了生病, 我就在床上回来,床上糟糕, 我就在床上回来,我说,主啊,我这个病啊,毛病很苦恼, 我究竟是吃中药还是吃西若,我是到哪个医院去看? 那时候正是,恐怕都有两点钟夜晚,只有先生跟我在一起, 其他没有人,主给我说话了, 我说,是一个眉生的男士给我说话在我耳边, 他说,你这样不是办法,去检查,就说这两句,去检查。 那第二天呢,我就到中央医院去检查了,检查这个气管了, 他又找背部了,又做洗面图了,又看肠胃科了, 医生说,好像气团病是气管不好, 其实肠胃有效果不良不好, 那就后来好像说也没有多大关系了, 后来主啊,还是世事与我同在, 反正我一祷告求什么,在圣经上都有回答, 我说,主啊,我这么一天到晚圣经不说, 你离我太远了,你是外国的手塞,结果过了几天呢, 我就把这事情忘了,是我心里想的嘛, 我就翻了一本后的圣经, 我一翻,翻到这个是, 叶命理书吧,知道书, 是那二三章,二三三章, 他说,那不是,这是哪一节我记不起的, 他说,你以为我是近处的神吗? 我不是也是远处的神吗? 你们在底下所做的动作, 他说,你们隐瞒得无聊我吗? 我不是复查天地的神吗? 他说,你看,我看过以后,我说, 哎呀,主啊,你真心,有真神, 你连我心里所想的, 你就在圣经上回答我了, 你不是近处的神,你也是远处的神, 你是穿乎天地之间的神, 我真奇妙啊, 所以,是给我回答问题, 还有在阿里山上跌脚, 把脊椎骨跌断, 别人身目也没有看到, 那一夜痛就累了, 就没有办法走了嘛, 结果,在那睡了一夜, 回到家, 动都不能动, 睡在床上, 动都不能动, 好了以后, 睡脸会弱, 我就召唤了, 我说,主啊, 你为什么要让我受这么大的罪? 后来一看圣经, 又回答我了, 这个大概是这一次, 我只记了个警卫, 是哪一条哪一街, 有的时候我就忘了不记得了, 又告诉我了, 他说我已经留幸福给你, 我说给你的幸福, 不是世人的幸福, 你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哦, 我说主啊, 我受这么大的痛苦, 睡在床上不能动, 你给我什么幸福啊? 我说幸福在哪里啊? 我说后来你想一想, 恍然大胃, 的确是给我幸福, 因为那天傍晚到了阿里山嘛, 我肠胃不好嘛, 我说会想吐啊, 他们都去看神木了, 我就坐在路旁, 一个麦香烟的路边, 就放一个这么高的, 柱子凳子, 柱子边的凳子在上, 我就坐在那里, 看他也要去看神木, 我就站起来, 站起来呢, 我是想跟他们一走去的, 结果还没有几秒钟, 我随时又往下一坐, 好了, 出一个公司, 从这么高的地方, 脱头低下来, 这些震动, 把事解决了, 就压断了, 坐在那里不能动, 还是他们公司里那个男孩子, 把我背到旅馆, 睡在床上, 那真是通灵的了。 后来就是从这些圣经上, 我说主啊, 我受这么大的痛苦, 怎么说是有幸福给他, 从那个地方我就想到了, 我说主, 你的确有幸福给我了, 如果我跟他们去看神木的话, 说不定我会得激进肠胃炎, 那时候大家身上都没有带肠胃药, 山上也没有医药, 大夫他有幸运的危险, 跌脚是主让我跌脚, 从那个浮动摆在他们几秒钟一下去, 你就跌下去了, 那个浮动又不是自己跑的, 他说跑到哪去了, 从那个地方主就告你, 主就知道我要去看一个生命的危险, 他就让我跌脚, 跌脚虽然身上受痛苦, 我睡在床上不能动, 连晚饭都没有吃, 那还是天朝回来以后休息了, 两个月又好了, 这是保住我的幸运, 这不是有幸福给我吗? 结婚。